海面上为什么会有海火 在1975年9月2日傍晚的江苏省近海朗家沙一带 海面上出现了奇怪的光亮 随着波浪的起伏就像燃烧的火焰那样翻腾不息 一直到天亮才逐渐消失 第二天夜晚亮光再次出现 而且亮度较前日加大 以后各日夜晚亮度逐渐加大 到第七天海面上竟涌出许多泡沫 当渔船驶过时 激起的水流明亮异常 如同灯光照耀 水中还有珍珠般闪闪发光的颗粒 几小时后这里发生了一次地震 这种海水发光现象被称为海火 它常出现在地震或海啸之后 1976年7月 唐山大地震的前一天晚上 秦皇岛北戴河一带的海面上也出现过发光现象 神秘的海火像一个可怕的幽灵困扰着人们 而对它的产生原因 人们也只是推测而已 海火是怎样产生的呢 一般认为海火与海里的发光生物有关 水里的发光生物因受到惊扰而发光 是早为人们所熟知的现象 这种生物除甲草外还有许多细菌和放射虫 水溪 水母 鞭毛虫 以及一些甲壳类 多毛类等小动物 因此人们推测 当海水受到地震或海啸的剧烈震荡时 便会刺激这些生物 使它们发出异常的光亮 海火 一些学者却持有异议 他们指出 在狂风大浪的夜晚 海水也同样受到激烈扰动 却为什么不产生海火呢 一些人认为 海火作为一种复杂的自然现象 很可能有多种成因 生物发光和岩石爆裂发光 只是其中两种成因 除此之外 可能还有其他成因 但究竟还有些什么成因 有待于科学家的 进一步研究 世界未解之谜 正在播出中 迷人湖之谜 在我国云南高地贡山的原始森林 有一个奇怪的湖 叫迷人湖 最宽处150米 窄处60米 水深1.5米 湖水中年不干涸 即使狂风呼啸 湖面也平稳如尽 更为奇怪的是 如果人站在湖边高声讲话 本来晴朗名利的湖面上空 就会突然乌云密布 甚至立即下起雨来 讲话声音越高 雨就落得越大 讲话时间越长 落雨的时间也就越长 迷人湖确实使人们迷惑 致使众多的学者专家 都陷入了困境